打造社区健康休闲环境符合民众需求设施 县议员张怀文向县政府建议 在寿风乡、岛田、沟旁还有吴泉城的旧活动中心 要打造两处体健设施活动环境 目前已经师座完成了 民众可以安心使用一个良好的设备运动空间 运动休闲以及养生是目前社会老年化比例最普遍的一个问题 但提供舒适的运动空间 让长者以及孩童能够有完善的体健设施 县议员张怀文并感谢华林县政府给予经费的挹注 让体健设施环境能够更安全 其实在110年度一共挹注在寿风乡 平和五全社区体健设施105万 以及寿风村图村长建议的也是体健设施 175万 我想我们建议团一定要行政单位来执行 也谢谢乡公所 虽然时间延宕了一些 终于完成了 那今天特别来看这个体健设施 那有一些小的部分我还会驿注一些预算 来弥补一些安全措施 现在很多外地的乡亲来这边自产建房子 五全这边的小朋友之前也是都没有地方游戏的地方去玩 这次非常感谢张怀一言向花联县政府建议申请105万 来我们平和五全这边建置这个体健设施 让我们五全的民众有一个休闲的地方可以跑这样子 服务处主任林品阳也表示社区长者居多能够提供安全的体健设施 使用环境可以多鼓励长者走出户外 我们服务处也希望能够持续来帮我们乡亲来做争取 未来希望在各个社区都能够争取有更多的游戏空间 提供给我们的乡亲来做使用 虽然现在正值疫情的期间 但是我们的服务也不打烊 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地方都能够来我们服务处 我们一样来为我们乡亲来做沉寝来做服务 兽丰村早田沟旁以及五全旧社区活动中心 两处的体健设施总预算275万元 目前已完成一座 期盼在年底前能够两座体健设施都能够施工完成 提供民众一个游戏的安全环境 记者凌接兽丰箱采访不到